可以看到这也是系纸火车站 车站前面还是有很多的计程车正在排班 可是可以看到其实来搭计程车的民众 其实还蛮少的 那我们就来看到其实这波疫情之下 计程车其实受到蛮大的影响 而行政院日前公布了纾困4.0的措施 我们来看个人补贴的部分 其实原则是比较上一次会发放一次性的补贴 那包含了中低收入户加码补贴4500元 那其他有无相关保险者的急难纾困是1到3万 那自营工作者3万 农渔民1万 甲级渔工3万 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次包含计程车司机 像是导游领队 国旅领团人员 计程车 游览车司机 一人都是补助3万元的 那但是3万元这个一次性的补助够不够呢 我们也实际询问了计程车问奖 我们带您来看 目前一天差不多跑五六百块而已 平均 本来一天三四千 现在五六百块 很惨啦 我是觉得这些疫情这么重 它等于比较上回那样 根本我是觉得不太够 要比上次多才几 正常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这样说实际上 一天赚不到 赚了几百块 赚不到一千块 你说三万块有什么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没什么屁用 麦天道建车问奖表示说 其实他们去年有申请过了 那这一次不用另外再申请 都会直接入账 不过他们认为说 去年跟今年的疫情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因为今年的疫情实在是比去年严重很多 他们认为说 这一次最近他们的业绩一天 其实大概只有三五成左右 甚至不到 所以几乎是只能够付油钱 还有便当的钱了 是没有赚的 还要吃老本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一次政府补助三万元一次性的补助 其实根本就不够